西岩王要宣布储君人选 大家都在讨论会是谁 可以肯定的是苍炫没有希望 因为西岩王这些年对他不管不问 活脱脱就是一个被抛弃的王孙 五王算是众望所归 苍炫很清楚五王一旦成为储君 他和小妖只有死路一条 苍炫让小妖回号灵自宝 但也知道妹妹永远会跟自己同进退 不会抛下苍炫独自离开 所以故意迷晕了小妖 并把母亲留下的若木花带在她的头上 希望若水一族护小妖一世平安 若木花的意义非凡 这是苍炫母亲临终留给她的 让苍炫将来送给喜欢的女子 苍炫的唯一挚爱就是小妖 谁又能想到西岩王会宣布 根本没有什么储君 直接宣布把王位让给苍炫 本以为是死局 没想到别有洞天 苍炫就这样开启了她的帝王之路 登基初期政权并不稳固 尤其她的两个叔叔 在朝廷的势力盘根错节 苍炫只能拉拢中原世家的力量 联姻是最好的方法 爷爷说王后人选必须是神弄新月 苍炫很早就知道 必须牺牲感情和婚姻 可还是忍不住地看向小妖 小妖觉得新月嫁给哥哥很好 起码她会真心实意地对待苍炫 小妖把若木花归还给哥哥 让她送给自己心仪的王后 苍炫眼睛里闪着泪花 既然给了你她就是属于你的 这辈子都不要摘下来 谁又能明白苍炫心里的苦 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